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张的定型打法 从麻将牌的组合设计来分析 一副麻将牌中的任何一张牌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意境 108张主牌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最初麻将牌的图案选取的是《水浒传》中的108个好汉 这与一个名叫万炳桥的人相关 相传 他非常推崇施赖安笔下的梁山好汉 就以108这个数字作为麻将牌的基础 并引于108条好汉 比如 牌中九条欲为九条龙使劲 二条欲为双边护眼镯 而麻将之所以分为万炳条三类 是曲奇本人姓名万炳条的谐音 每类从一到九各有四张牌 刚好108张 至于后来增加的风牌东 南 西 北和剑 海 中 方 白 则是源于这样一个说法 108条好汉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梁山的 所以加上东 西 南 北 中 五方 并各天四张牌 即20张 这些好汉有富贵贫穷各阶层 所以再加上发 白隐律富有和贫穷 加上八张牌 整副牌共136张 随后又加上各种发牌 整副牌就达到了144张 事实上 一副正宗的麻将牌是由六类42种图案组成的 其中有序竖牌 韩万子牌 冰子牌和条子牌 108张 风牌提东 南 西 北16张 剑牌 中 发 白 12张 花牌 春 夏 秋 冬 梅 蓝 竹 菊 8张 这种组合设计不是随意捏造的 而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的思想 反映了中国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东西南北中发白 体现了三才观和天原观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 主要以五行说为代表 认为是 解释由金 木 水 火 土等最基本的物质组成 各方卫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 西方更新金 南方并丁火 北方人回水 中方物极兔 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千元地方 所以白皮代表地 发代表天 发誓的人的最顶部 所以用发代表天 中纪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 也代表天 地 人三才中了人 正是中的确定 始东 西 南 北 中和天发 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原 这个天原不是地球的原 而是宇宙的原 数字里暗含玄吉尔麻将牌中的外 并条三种花色 则分别反映了物质的存在形式 数字则代表了物质存在的数量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 三为奇数 九为奇数 所以 万 丙 条分别有九章 除了五和三 九爱 十二在古代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五行 五味 五脏 五色等和五有关的 五之外 还有很多和十二有关的 如十二生效 十二时辰 十二个月 这种思想在麻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百四十四是十二的平方 一零八也是十二的倍数 另外 采麻将规则中 规定每人抓十三张牌 而十三乘以四等于五十二 这正暗合了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的规律 牌面图案设计予肥浅 从麻将牌的牌面图案设计来考量 不难发现 其实麻将牌中的每一张牌的图案 都是有某种寓意 暗含了某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 以花牌为例 人们通常采用梅 蓝 竹 菊为图案 梅 蓝 竹 菊 战锦春 夏 秋 冬 被人称为四君子 梅表示高级傲暗 蓝代表优雅空灵 竹象征虚心有解 菊则暗示冷艳心真 表现了人们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 也是对某种审美人和境界的向往 成为中国人感悟预知的象征 而中 发 白三张牌就寓意 是中正发达纯洁之一 事实上 与其说这些图案 是源于设计者的聪明智慧 不如说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美学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